我今天所要讲的主题是 在交友网站上面你常看到四种类型 那这次主要是讨论说类型有哪些 我不会去评论那些类型的好坏 因为那是他们家的事情 不过既然啊 你想要用那种交友网站的话 那么你就是要抢快嘛 那么就不需要在想法相依的人身上浪费时间 所以啊你在用交友网站之前 你就先确定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确定之后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寻找跟你有相同目的的人 要是今天那个人的想法跟你不一样啊 我是说真的你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我这么建议也是为了保护你 以防你后来啊被骗啊 或者是心灵受到伤害 那么接下来我将针对在交友网站上面 常遇到的四种类型来做分析说明 也会给你们相应的应对方式 第一种就是将交友网站 作为约炮神器的人 如何判断呢 其实这类人通常会在打招呼不久以后啊 就向你表明说 哦我现在其实不想谈恋爱啦 或者是哦我现在不想要有稳定的关系 但是我不排斥约会 我不排斥跟别人有亲密的关系 大家出来认识一下也可以啊 因为目的很清晰 所以他们通常不会特别隐瞒的 毕竟要是他们隐瞒了 很可能会为自己带来许多麻烦 所以与其用骗的方式把你骗上床啊 这类的人啊比较倾向开门见山的告诉你说 哦我今天的目的就是要约炮 那你要不要就直接跟我说吧 好那你应对的方法是怎么样呢 要是你今天使用交友网站的目的 也一样是约炮 那我就是恭喜你了 选个有空时间 你就可以跟对方约去旅馆了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你安全措施一定要做好 因为有些性命是不能根治的 你不能不小心的 如果今天你的目的啊不是约炮 那么你收到这样的讯息 其实不要回就好啦 因为对方不可能只约你一个 所以你也不用跟他生气 他也不会因为你没有回应 然后就觉得很受伤还是怎么样的 第二种 就是会遇到那种 只是用来杀时间啊 随意找人聊天的人 那如何判断呢 其实这类的人特征就是 你一个讯息抛出去啦 他通常要等个半天啊 一天啊才会回你 那回你的方式 不会显得很积极 多半是那种很懒洋洋的 或者是有一句没一句的回 但奇怪的是你跟他这样聊啊 有一搭没一搭 还真的聊得下去耶 通常这类的人的心态是 反正我也闲闲没事 然后平常生活也很无聊 那不如就上来找个乐子好了 说不定能遇到不错的人啊 那没遇到的话也无所谓啊 有人跟我说说话也不错啦 因此啊 只要你和他没有强烈的共鸣 他就会维持好一阵子这样温温的态度 然后最后慢慢的消失不见 应对的方法是什么呢 要是你觉得对方刚好是你的菜 那么这样聊天其实你也没有什么损失啦 但是说不定最后你们聊出火花以后啊 能发展恋爱关系 当然我觉得这个几率没有很高 但因为对方的态度比较被动 所以要发展的可能性 我是真的觉得不是那么的 不是那么的有希望 与这类的人啊相处 你就先将对方当作是普通朋友就好了 就随便聊聊 然后也不用聊得太深入 就是聊聊你的生活琐事之类就可以了 感情不用放得太快 好 第三个 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的爱情不顺利 因此就上来读读看运气说 啊能不能找到另外一个 那如何判断 就是你在问他的感情状态的时候 对方是会闪烁其词的 或者是回答你说 哎呦快离婚了快分手这种答案 那可能是因为心虚的关系啦 所以他们多半不会直接明确的告诉你说 哦我单身或者是用骗的 而是用别的方式啊 让你以为他们单身 或是快要恢复单身了 那这类人使用的交往 在是抱持着那种骑驢找马的态度 他们舍不得放弃现在的另一半 却又想知道说自己能不能遇到更好的 应对方法是什么呢 我建议遇到这样的人就直接划清界限 你也不用再回他了 因为你躺入这个浑水 对你来说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处 而且下场会很惨 你很可能被贴上第三者的标签 或者是不论你怎么等他都不会属于你 最后就会沦为他的感情垃圾桶 不上不下这种关系啊 会让你以后非常的痛苦 提醒你啊 要是爱情有个错误的开始 通常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的 第四种是什么 也就是最后一种啦 就是那种真的想要上来找一场认真恋爱的人 那如何判断呢 和约炮一样啊 就是想要认真谈恋爱的使用者啊 有相当明确的目的 当然跟约炮的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都相当的清晰的 所以你能从他们的对话当中感受到他们的积极度 当你问起感情状态的时候 他们都会很大方告诉你说 我单身啊 我没有男朋友 或者是我分手好一阵子的这种 在你询问有关感情的话题的时候 他们也不会太闪闪避避的 当然啦 女孩子是相对含蓄一点 可能会想要矜持一点的 所以可能表达方式不会那么的明显 但你依旧会知道 他是乐于这样的谈话的 要是这类的人啊 对你没有兴趣 表达方式也是相当直接的 或是你和对方要联络方式的时候 他直接拒绝你 那应对方法是什么呢 和一般谈恋爱很像啦 那男生在网站上千万千万不要操之过急 太过积极主动不但会吓跑女孩子 也会让他觉得你很轻浮 毕竟现在这个网站上面嘛 他会觉得说 你对他这样子 会不会对每个女生都这个样子 最好的状况是 你在和对方 在平台上面多聊了几天以后 确定气氛不错了 才和对方要联络的方式 那记得在聊天的时候要不断的暗示对方说 你是第一次在这个平台上遇到这么和的来的人 那借此来安抚对方的不安 毕竟女孩子在这类的网站上面比较容易遇到危险 所以多体贴一点 多为对方着想一点 若是对方显得有点犹豫不决 那也不要责备对方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到我的粉专按赞 或者是来追踪我的YouTube 如果你还需要更多的恋爱资讯 那别忘了来订阅我的Pressplay哦 我是以轩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